266 大公報 歡貨幣見效上月放貸增42%央行 逐推穩健政策保持適度流動性 2015年7月15日中國經濟A14中國6月份金融數據顯著向好 顯示政策曾推進地方融資及加速貨幣政策放鬆見效 中國央行昨日公布數據顯示 當與新增貸款和社會融資規模紛紛創下年內最高 分別為1.27萬億元人民幣 和1.86萬億元 還比增幅分別達42%和50% 廣義貨幣同比增長11.8% 亦好於預期 央行日前舉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以季度例會強調 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更加注重鬆緊適度 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 保持適度流動性 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大公報記者危危神上海報道數據顯示 今年上半年 新增人民幣貸款為6.56萬億元 同比多增5,371億元 分部門看 住戶部門貸增1.95萬億元 同比多增751億元 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增4.62萬億元 同比多增7,668億元 其中 短期貸增1.24萬億元 中長期貸增2.33萬億元 票據融資增8692億元 總需求增加快社用1.86萬億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金融分析師鄂永健認為 上月信貸大幅增長於銀行在半年末時點 明顯加大信貸投放力度有關 同時 近期系列重大項目加快推進 及允許對在建平台項目進行後續融資等 也使企業信貸需求有所回升 此外 受中國樓市回戀所謂 居民戶中長期貸款也繼續維持多增態勢 社會融資方面 上半年增加8.81萬億元 同比減少1.46萬億元 單六月份為1.86萬億 還比多增6,219億元 同比則少376億元 其中 上半年委託貸款和信託貸款同比分別 少增6,475億和4,292億元 企業債券融資同比少3,751億元 股票融資則同比多2,372億元 岳永健表示 六月卸融數據是總需求增長加快的反應 當與委託和信託貸款 企業債券融資 股票融資均環比明顯多增的情況 有利於下半年國內經濟的企穩回升 不過 新萬宏元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則指出 雖然上月企業中長期貸款同比 環比呈現反彈 但賤比卻陸身低 他強調 今年4月以來 票據融資和企業短期貸款規模快速擴大 表明現時經濟下行背景中 企業進行長期資本投資的意願依然較弱 中國經濟改善的內生動力仍然不足 因此 他判斷 貨幣政策寬鬆取向短期內不會改變 在央行6月活相降後 利率以基本調整到位 全準則仍有100個基點的調降空間 分析了續放水應對股市波動 同央行調查統計師師長勝重成昨日也強調 下階段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更加注重鬆緊息度和與調微調 為經濟平穩增長與結構調整提供充足和息度的流動性 至去年11月時隔兩年重啟降息以來 兩行今年有三度降息並兩次全面降準 一次定向降準 勝重成表示 在多番政策出台後 至6月末 企業整體融資成本為6.32% 比上年末下降68個基點 比去年同期下降85個基點 針對 估估近期的大幅波動 李衛勇預計 兩行仍可能通過策的 發行金融債券等方式維持流動性的充足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再停止 此位 內容 頂 頂 頂